美娟這是 這一個 當初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後來就跟我爸在那邊聊 就說你當初那一堆錢跑去哪裡 他說有啊 在啊 在啊 然後就從房間爆出那個 開國紀念幣 當時候我看到這一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是袁世凱嗎 他說不是 是黎元宏 對 然後我們第一任總統 是袁世凱 然後孫中山是臨時大總統 然後那個袁世凱過世之後 李元宏繼任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歷史很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袁世凱 沒有開國紀念幣 他只有這個我們所謂的大頭 給大家問一下老師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 這個是袁大頭 這個叫袁大頭 當時袁世凱跟孫中山 他們在爭的時候 他是就是說這個 袁世凱他一直一心想要稱帝 是 那麼他當時的這個孫中山 早就已經洞悉他的一個野心 所以他當時就表面上 就跟他談的時候 等到清朝退位之後 他那個孫中山 他就去跟所有的軍閥講 他想要當皇帝 然後大家就說他如果當皇帝 我就馬上我就反他 對 後來果然袁世凱他想稱帝 然後他稱帝失敗之後 他當第一任的副總統就是林元宏 從袁世凱過世之後 林元宏他就開始了這個民國初年的 這個軍閥鬥爭才開始 那麼因為袁世凱他的這個大頭 他做了幾個年份 他有出三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他有發四個年份 四個年份 但有的人說他已經是這個民國四年 那時候就已經已經過世了 他為什麼還出到八年 九年 十年 然後林元宏他這枚錢幣 他當時也是做出來 想要當開國紀念幣的時候 就是當國幣來流通 來使用 但是一般民間已經習慣於這個 袁世凱 袁大頭 袁大頭 對 已經習慣他了 所以你現在要臨時要換這個 這個紀念幣的話 大家接受度不高 所以還是用袁世凱 那麼他這個林元宏 他是第一任的這個副總統 但是他有兩個版本 他第二版本是有戴帽子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戴帽子的 對 這個是光頭的 那有戴帽的那一枚純粹就是造幣廠 對於林元宏的一種拍馬屁 就把他拍得好像比較正式的 一個大總統 結果那一枚發行量比較少 所以會稀為貴的 所以那一枚比較貴 對 那一枚就是比較貴 那沒戴帽子的呢 比較不貴 但是搞不好還是很直見 等一下再來見一見 那這個是袁大頭 我們來看一下你剛剛說 有很多個年份 這個是三年 所以這是最早的那個年份 對對對 這個是最早的年份 大家也都習慣用大頭 來當作國幣 我們當初我爸爸收回來的時候 是大頭最多 然後都大頭都溶掉 都溶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大頭房的很少 大頭留的很少 好可惜 那我們先來見 李元宏的開口紀念幣 好 來 請建價 兩萬塊 好值錢 畢竟他比大頭還要少 好 那我們就來見 來 袁大頭 請建價 三千億人 不過他也算是漲了很多了 他以前正在溶掉那個時候才 記得那時候行情才一百五十塊 一枚 數量很多 對 結果後來慢慢溶 慢慢溶 溶到最後現在目前 整個大陸那邊需求量還算還蠻大的 對 老師 這些我們都收不到了 我們家呢 過去日子也不是那麼好過 有的錢都花完了 還留到現在 但當時就花了 對 如果我們現在要收藏錢幣 對 將來希望能夠增值 現在我們收得到的有什麼可以收的 我家裡有那個紫色五十塊的 要不要收起來不要花 對 那個收起來 因為其實如果說現在大家想要 就是一個保值收藏的話 我覺得新台幣從民國三十八年到現在 包括外島的這個錢幣 你看都很便宜 但現在價錢都不是很貴 而且還可以收 對 那麼未來他如果改版之後 他這個新台幣未來 如果說我們的年輕一代 他們想接受想要玩以前的貨幣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相信這個東西 一定是供不應求的 那現在很容易能夠取得的 比如說兩千塊 雖然少但很容易取得 兩千塊要不要收起來 但是兩千塊 我是覺得他的命值太高 然後你的經濟效益來講的話 你花那麼多錢存在那邊 你會心痛 我幹嘛就存一張就好了 我存那麼多幹嘛 你可以存多一點 兩百元的 兩百元的要存 對 綠色的那樣 對 你看他外面很少 很少人在流通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如果說 那個我家有 對 留下來之後 還保持全新喔 不要去折到 已經折了 一定可以買 我們也回復不了 來不及啦 對 因為他裡面的纖維 如果說一折 折了之後 你再把它撐開的話 他那個痕跡都是會存在的 所以現在我們還很容易取得的 五十塊 紫色五十塊 兩百塊 我們把它收起來 對 如果品項比較好的 對 不要折到的 對 將來如果改版之後 收起來 將來 收一定會幾十倍 對 對